这个展览里面除了这样的一个大的大尺度的光影的陈军市的展厅以外 还有很多交互的 比如说一会儿我们可能看到有一个交互的展厅是跟李白对影 那观众可以通过这个选择不同的酒杯来去和李白互敬 然后李白就会为您送一首他的这种诗词 所以其实通过这样的互动的方式 然后观众可以带入到这个每一种酒杯背后所孕育的 他的诗词的这样的不同的意境当中 我们当以前可能从书本上去阅读这些诗词的时候 看到的只是文字 或者是看到这个诗词所背后的一些意境 但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沉浸式体验 然后把我们所有的观众带回到李白的那个诗词的唐朝的那样的一个 壮美的这样的一个时代 新媒体的技术它是一种非常综合的一种结合了声光链 结合了叙事性的这样的一种手段 然后在观众可以阅读诗词的同时 将整体的氛围和环境然后营造出来 所以给观众更好的一种诗词的这种沉浸感 我们用了这种光影的装置艺术 比如对影成三人这个装置 我们通过一个光影所投射出来的月亮 然后通过旋转的这种链堂和山川 再将李白置如其中 进一张那种旋转的动态的表现 展现了这李白跟朝堂和山野之间的这种不断转换的人生的记忆 我们在展现诗词的意境 而不仅仅简单的是通过一种图像的方式来进行解读 我希望这种开放性的 然后装置化的 然后互动式的这样的一种表现 能够打开观众的自己的想象的世界 来理解诗词 感受诗词 感谢观看